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她放学回家之后 到底要做什么重要的事啊 她两个都不落哦 姐姐 她那么小可能在某些事情的领悟 她会比一般的小儿子多 因为毕竟她从小就没有看到我爸爸 是为了我妈妈非常的辛苦 但是妈妈为了我与弟弟却不辞心疗付出 为了我和弟弟的将来能够有成就 所以我会带着弟弟可以做到不让妈妈 反心与担忧 这就是我对妈妈最大的教育 这也才不辜负我接受就你讲的最大意义 隔壁那个卖手机的什么 就要浪费 就浪费 对 点烙齁 好像好香喔 对啊 拿来就会一点烙喔 嗯 不要胡椒粉啊 那我知道 拿一点它是全部都旁边 还有那个都撒吗 对啊 好 不用带你 不用 那钱就拿了喔 是 叫油光胡椒粉 姐姐等下第一碗用喔 邱燕慈是隆浦国小五年级的学生 每天啊 下课后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到妈妈的摊子报到 因为下午五六点 是妈妈的葱油饼摊 最忙碌的时候了 燕慈啊 负责把炸好的葱油饼 涂上酱料 然后装进袋子里 交给客人 收钱 找钱 姐姐它有点辣 你那个阿伯啊 比较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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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阿伯是一份啊 他拿钱的 这个阿伯 里面 对 一份 他一份 太辣了喔 对 一个辣一个不辣 要 不辣的 你要帮他做鸡齁喔 要辣要做鸡齁喔 这个 那个 六十喔 要几个 几个 好 要带吗 要 好 燕慈两岁的时候 爸爸就意外过世了 幸好阿 外婆来帮忙照顾燕慈和弟弟 原本靠着上班赚钱的妈妈 两年前阿 却面临公司倒闭 他们只好离开台北市 搬到三峡 卖起葱油饼 不过 葱油饼的生意啊 常受到天气的影响 再加上妈妈身体不好 有时候一天 卖不到三十个葱油饼 妈妈很丢险 对 搞不好 你以为 每天 只是自我安慰一下 说好 是因为更好 更好 要不然怎么养啊 都要花钱 不出餐 一天也要房住啊 一天要卖多少 就被打得住 那种 一天都要吃 一天都要卖七个 五十个是刚好 没有多余的啊 五十个是刚好 没有多余的啊 五十个是刚好 没有多余的啊 小小年纪的燕慈 已经可以感受到妈妈 经济上的压力了 因此啊 燕池常会偷偷计算 摊胃上的鸡蛋 呼善着妈妈今天啊 卖出了几个葱油饼 你妈卖几颗 二十四吧 二十四 嗯 这样算生意好 还是生意不好 不好 不好 为什么 不会太少啊 卖几颗才算生意好 现在哦 现在大概八 六十个吧 不好 生意不好 我心里没有再不好 会啊 脸会臭臭的吗 会啊 不想跟你们讲话 脸会臭臭的 醋肉饼的生意 从下午四点开始 一直忙到晚上十一点 没有客人的时候 燕子啊 就在旁边 陪着妈妈 燕子还有一个 小他一岁的弟弟 常常吵着要买东西吃 有一次啊 燕子偷偷塞给弟弟五十元 希望他可以体谅 妈妈的辛苦 为什么你要给弟弟五十元 你不敢吵啊 他吵什么 他说我要吃麦当劳 我要吃麦当劳 我要吃麦当劳 嗯 然后为什么你要给他五十块 有那么多 你叫他不要吵 对啊 不希望他吵妈妈 嗯 后来我还是有进去啊 可是被我们家姐姐骂死了 他说啊 你就是这样子宠他 那要什么你就给他什么 所以我说你给我讲好的 都不算数 你都讲话不算数的 妈妈你也是 每天为什么弟弟讲什么 你就顺着他 你说不可以就是不可以 燕子就像是个小大人 担心妈妈的生意 也担心妈妈的身体 所以啊 生意结束以后 她也会帮忙收摊 早点啊 把摊子清洗干净 妈妈就可以早点回家休息咯 有了 他要帮我卡 他又不敢摸油 你哦 冰桶也要洗吗 对 妈妈帮我开水 吃一碗 他这个会不会很累 不会啊 来吧 男爹你好 老板 我要两个火腿吐司 不要小王冠 要一个番茄酱 那两杯豆浆 好 正当妈妈打电话点早餐的时候 燕翅早就已经起床了 刷牙 洗脸 换衣服 准备带着弟弟去上学 没说话了 平常都自己走去学校 对啊 对啊 你都跟弟弟一起走 对 上学有吃到过吗 有啊 有啊 有的时候吗 太晚出门 是谁睡过吗 他 他 你都会把它玩吃到过吗 有啊 一直咬一直咬啊 因为妈妈很忙 没有太多时间照顾燕翅和弟弟 因此啊 燕翅从小就很独立 自动自发 不让妈妈担心 平常在学校里面 燕翅也喜欢做事 自愿啊 担任图书馆的志工 因为主动帮忙 很多事情 不需要老师交代 练书馆都能做得很好 七到十六二 南山桶进来 七到十六二 七到十六二 第一组成半 第二组 讲错了 三十六二 管理啊 管理啊 自 自 自 继续啊 五三掌啊 他做事情其实都还蛮认真的 就是教练大做的事情 其实他都可以 你刚才教练讲过一次 他完成度就是很高 他就可以做得很好 你看这个工作的就是 整理黑板 你更好 对 他手下手还配合理才有钱 没有 没有 没有白白的 你到底要我的 我打你肚子耶 是好舒服喔 你们要教我 我妈指科的 蛤 你等他追我啦 要找我 是的啊 要不要 哎 老師 什麼 母親節快樂 教師姐快樂 什麼 我聽不到 教師姐快樂 好 謝謝 小學四年級的時候 彥慈轉到龍虎國小來 當時的導師就發現彥慈 和其他小朋友很不一樣呢 某一天他就突然很自動自發 下課來找我說 老師我能不能先跟你拿今天的回家功課 然後我就問他說 那你為什麼會想要拿功課來寫 然後他就是笑笑的講說 因為他只有把功課寫完了 媽媽才會放心 讓他去攤子那邊幫忙賣蔥油餅 原來媽媽不要厭慈去幫忙 以免耽誤課業 不過啊 董事的厭慈 卻決定在學校把功課寫完 放學以後啊 就可以順理成章的去幫忙了 我也是因為要申請孝行獎這個機緣 我才過去攤子那邊去跟媽媽多聊聊天 接觸 其實有很多事情我問他說 為什麼要去幫媽媽買蔥油餅 是媽媽要求你一定要去嗎 他說沒有 他就是覺得很辛苦 而且他也沒有 就已經完成自己份內的作業 他就去幫忙 他覺得這都是應該的 老師親自去看過媽媽的蔥油餅攤 被燕子的孝順深深感動 於是幫他提報了2013年新北市的孝行楷模 拿著孝行獎的獎盃 燕子相當珍惜 因為這個獎對他和媽媽來說意義十分重大 因為我媽媽非常的辛苦 但是媽媽為了我與弟弟卻不辭辛勞付出 為了我和弟弟的將來能夠有成就 所以我會帶著弟弟可以做到不讓媽媽擔心與擔憂 這就是我對媽媽最大的孝行 這也才不辜負我接受孝順獎的最大意義 乖巧又早熟的燕子 讓人心疼了 我們忍不住問他 想不想跟媽媽出去玩 他遲疑了很久 始終沒有說出口 要先跟媽媽出去玩嗎 嗯 小沙米 你覺得燕子他到底怎麼想的呢 我猜他應該和小哥爸爸出去玩吧 小沙米 你知道嗎 燕子平常放學回家之後 媽媽都不在家 等到媽媽晚上回來 他跟弟弟已經上床睡覺了 放假的時候啊 媽媽也很忙 他說啊 媽媽已經一年多 沒有帶他們出去玩了呢 他最大的心願啊 就是希望 能跟媽媽一起出去玩 喔 他得不得實現他的心願了 今天是假日 燕子和弟弟騎了個大早 因為媽媽要帶他們去騎腳踏車 媽媽你走好慢 他走路就在騎腳踏車 媽媽等下東西要整個跳起來了啦 媽媽我跟妳講喔 我剛剛過的那個東西嘛 然後東西整個在碰 小心一點 3 3 欸一大早今天沒人叫耶 而且其實 很久了 其實他很早就已經摸起來了 很常帶你們出來玩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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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蛤 他在上班啊 那你們出來玩都是誰帶你們出來玩 菜 真開心齁 嗯 對啊 曾經有沒有跟媽媽這樣子來 嗯 你會不會覺得媽媽很辛苦 會啊 有想說盡量幫媽媽的忙嗎 也啊 我有去啊 可是妳還太小對不對 對啊 有些事情 妳用得辦法做 嗯 我想要自己快快長大的話 可以幫媽媽更多的玩 嗯 妳想要跟學家帶她出來玩 真的很難 用最錢 不然妳要 我說妳 妳要 他說我要吃風喔 哈哈哈哈哈哈 因為這樣子啊 怎麼賺錢 就對 因為知道媽媽很辛苦 燕子啊 就可能把想玩的心願 說出來 3 4 5 6 再一點 她們看著 妳看什麼啊 妳看什麼啊 她們黑黑的 肉 欸 人家沒有開動 你沒有開動 平常媽媽忙著做生意 只有假日的時候啊 母子三人才能像這樣 坐在一起吃飯 妳先把游泳的接住 好 好啦 妳要不要先幫我接 好 拿好三個 三個拿 在哪 幫你洗得很順手耶 幫你洗得很順手耶 你才幫你媽媽洗完 應該有吧 我也不知道 他會先洗因為我不在 他們吃得完 因為盤子的東西 他不知道怎麼去揮內 所以我都會回來自己做 家裡很多家事 燕子都會主動幫忙 而且燕子很聰明喔 只要看媽媽做一次 馬上就學起來 拖地 擦桌子擦椅子洗完 這樣子啊 沒有啊 他靠我做 你都會做到 慢慢的自己 也會去周遭啦 等於說我今天幫你刷什麼 我幹嘛刷浴室 今天他刷不乾淨 他也會想要去刷一下 我幹嘛 燕子的貼心 媽媽都看在眼裡 不過媽媽卻不會特別稱讚 後續啊 是因為母肩負植的關係 媽媽對孩子 總是多一份要求與嚴格 他那麼小 可能在某些事情的領悟 他會比一般的小孩子多 因為畢竟 他從小就沒有看到他爸爸 他們做文很嚴肅啊 所以我基本上覺得 你該做的事 或你該看的事情 你自己會領悟到 你自己就要會 你是不是要還我 啊你的作文跟日記 各一天呢 因為我在寫啊 作文咧 做完咧 你看 你才不要寫日記 因為不是 媽媽很重視孩子們的課業 只要有空啊 一定陪著燕子 和弟弟做功課 哦 要考第二課了 你聽寫再給我考 考人就在其他課 聽到沒有 知道 弟弟比較讓你擔心 還是姐姐比較讓你擔心 你到底是弟弟啊 之前老師一直講說 他的作業也告不及 因為有的完成一半 姐姐會自己完成她的功能 對 除非就是不會的 她會留 我早上再叫她更改 她會把它夾好 她會夾好 她不會 那個她都要我去找 就是這樣子 豬包這樣翻 按時把功課做完 因為啊 燕子不想讓媽媽擔心 但是啊 弟弟啊 卻讓媽媽很頭痛呢 你在學校就寫完 哪時候寫完 你上自然課可以寫作業啊 沒有 真的嗎 我會問老師喔 有時候啊 燕子看不下去 也會幫忙制止 婉皮的弟弟 姐姐只是比她大一歲 可能開竅的 是自己開竅 自己覺得說 她是姐姐 她會去照顧弟弟 或管弟 應該要做什麼 是不是 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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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弟弟不從 他也是在皮就在那邊 沙發這邊抹 這邊滾 媽媽 給媽媽幾點要去 差不多幾點 從這個學期開始 燕子上了高年級 媽媽擔心她睡眠不足 因此啊 不讓燕子晚上來幫忙 只有媽媽一個人的蔥油品攤 顯得特別忙碌 來 要幾個 三個喔 好 然後抓蒸 然後不要加辣 好 來 這個要不要辣 不要嘛 好 看看 好 這要跟幫阿姨宣傳 不然阿姨要在那邊 如果到時候吃不到 就是我消失了 這個喔 好 好 不過 兩個孩子單獨在家 讓媽媽非常放不下心 只要一有空喔 就和燕子互相打電話 好 到了 吃飯了嗎 很快喔 好 等一下洗完澡趕快睡覺喔 我回去會檢查後課喔 第一次打 嗯 好 拜拜 獨自在家的時候 燕子啊 就像個小媽媽似的 帶著弟弟把寫好的作業 和聯絡本擺在桌上 十點鐘一到 帶著弟弟啊 乖乖刷牙 上床睡覺囉 蛤 沒有啊 噴到油 就噴到這邊或這邊 那你待會兒還要刷洗 那手會有嗎 就 還好啦 就是多擦幾遍啊 痛也是忍著啊 那忍著 可能就 隔天就又不會痛啦 當天會比較痛 熱油燙的滿手水泡 油煙一面而來 一想到燕子的貼心董事 讓媽媽有了堅強 撐下去的動力 很多東西我們都要學了動力 所以希望她能夠更懂事做好 夜深了 人潮散去 依舊有盞燈 為了董事的兒女 而一直堅持著 超耳機的 吃完哦 好 還沒有辣的 噢 晚上11點了 大家都已經睡覺了 可是媽媽還沒有收牠回來 真的好辛苦哦 對啊對啊 所以啊 小張爸爸最感動的是哦 面子從來都不讓媽媽擔心 自己啊 早上起床上學 功課啊 也會自動自發寫好 時間到了 就會注意時上床睡覺 而且還會幫忙照顧弟弟咧 哥哥我也要下夜池開啟 嗯 而且啊 下次張爸爸經過那裡的時候哦 也要去嘗一嘗 練一瓷親手圖的蔥油餅 給他加油 打打氣 哦 好啊 好啊 下次我要跟你們一起去哦 好啊 好啊 走走走 好啊 這一彎彎微笑月光 安安靜靜呵護我回家 謝謝你的手光 讓我把一切看清楚 就算寒風呼呼 也變成溫暖旅途 我等她在一起去